下面这个阶段就是大家和所有女嘉宾 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都最喜欢的情感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所有的男嘉宾 无论说自己的情感经历是多还是少 都不会博得观众的眼泪 也不会博得观众的欢笑 只会博得大家一致的唾气 那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女朋友 当时我们俩是同岁 然后在一起有两年的时间 感情一直非常好 但是因为很多家庭的压力 所以我们最终就分手了 在那段时间 我有大约半年的时间 都很沉默 没有什么话 就是对着自己的伤害也挺大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已经不会了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构成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希望我们不仅能成为 生活上的合作伙伴 也能成为世界上 共同互相辅助的好帮手 选择我没错的 选择华哥真的没错 一定要选我 选我吧 不选我就跳下去了 转身的一瞬间 一瞬间 好 各位有个问题 王丽婷 您认为您的性格缺点是什么 而且就是我 那脾气比较不好 比较任性 然后您能容忍吗 首先吧 我可以包容一个女孩的 小可爱小撒娇和这个 小顽皮 但是我希望她不要上方借望 就比如然后咱俩吵架 什么的发脾气 然后如果假如说有一天 我们吵架的话 我肯定会让着你的 好 满亚门 我想问一下 你既然喜欢有见解的女生 也就是她肯定的思想上面 她有自己的一套见解 她如果跟你 她想法有出路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首先应该考虑 在这件事情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毛主席说 先解决主要问题 再解决次要问题 如果说你的问题 更加适宜解决 我们目前最棘手的事 就选择你的 就是你愿意去 委屈自己的想法也好 去和她一起 去完成她的这个想法 她的这个行动 对吗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 你愿意 我愿意 谢谢 但是她在话里有话 你觉得委屈吗 我一点不觉得委屈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一个女孩 愿意将她自己的一生 愿意将她的青春 和她一下子生活 全部偷付给一个男人的话 我觉得这已经给了 这个男人无上的光荣 因为这个男性啊 很多男性 他喜欢有见解的女性 但是一旦发生分歧的时候呢 他会用自己的这个想法 去抹杀掉女生的想法 然后男生愿意 为这个女生的想法去买单 愿意去跟她一起 为她这个想法去努力 所以我觉得我挺佩服她的 袁一元 男嘉宾你好 我也是一名教师 然后我觉得教师 经常给人感觉 就是一板一眼 我想让你说一两句话 然后展示一下 咱们教师也有幽默的一方面 比如说你讲一个冷笑话也可以 这个问题吧 其实我以前想到了 但是是这样 我觉得所有的幽默和所有的笑话 应该都存在于生活中 每一分的点点滴滴的过程之中 而不是存在于 我刻意地去给你讲一个笑话 我觉得我如果刻意地去给你讲一个笑话 你可能也不会笑的 这我注意 看资料啊 说你现在 现在27岁 已经是这个招生办的副主任了 你说这个事业是很成功了 所以我就有点质疑 就这个27岁当主任 可能也是好事 但会不会显得你这个人就是把你的那种青春的朝气 都已经消灭掉了 我现在感觉你青春的脚步已经停止了 我是觉得我在这方面今天表现出来的确实少了一点 可能是我真的在台下的时候 可能刻意地掩盖了自己这些东西 真的 但是我其实生活里边不是这样的 所以就给各位留下了一个谜 你们想真正地了解张老师吗 那就得走进他的生活